于今年3月7日被捕,并在37天后被取保候审的女权五姐妹之一吴蓉蓉,12月30日中午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,杭州蒋村派出所王海斌警官打来电话让我写检讨,为什么不请假外出游玩? 数小时后,他再发微博说,从派出所出来了,过程中王海斌警官友好地问候了我的家人和孩子,我也深表感谢,并对我口头警告一次,说下次需要请假外出,反正我的保时期很快就到了,我告诉他我得生存,12月份出门去台州寻找发展机会了,我开了一家米店叫熔肉米店,对私自外出游玩一事深表悔过。 她说,把我的私自外出悔过书放在档案里。 吴蓉蓉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,获失至今八个多月,她的行动一直不自由,12月中旬,她与家人一起前往云南旅游,这是她第一次没有报备的出行,结果就被要求卸检讨了。 吴蓉蓉,李婷婷,王曼,韦婷婷,郑楚然等五名女权活动者,原计划于今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发起反公交车性骚扰的抗议活动。 但在活动前夕,五人分别被带走,并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。 后罪名变更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,吴蓉蓉的朋友,北京维权人士叶静桓,12月30日向本台表示,在三七事件之前,很少有人知道吴蓉蓉是谁,但现在,她和其余四名女权人士的名字已经被国际社会所知晓,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官方眼中的敏感人物。 当局试图通过控制他们的行动,让他们老老实实,以达到对他们的伙伴,以及与他们做着同样事情的人们的震慑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。